那這邊會跳出 Ender 的時候會跳出一個 Ender 椅子 然後另外一種是反織 反織所以直接在這邊再加一個 Else 就是說如果它 else 反織兩種狀況 反織的話我們可以直接把這一扛 翻到反織裡面 因為它可以過 但是這個地方呢 如果它大於 12 的話 那我們就是做什麼動作呢? 把那個 Value 歸零 那 Value 怎麼歸零呢? 把它 等於 1 直接給它 1 就可以了 就跳到第一頁 所以這個 Value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? 等於 1 就好了 直接讓它跳到第一頁 跳到第一頁之後呢 並且怎麼樣呢? 把它秀出來 那秀出來的方式呢 就是這一行 再用一次 那乾脆寫簡單一點 L 這個不用了 直接把這一行 剪下來 放在下面就好了 這樣就歸零了嘛 可是如果說它大於 12 的話 就把它變 就是俏到第一 就是又回到第一 然後呢 秀出來的話呢 就會直接從第一開始 這樣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只有增加這三行 一副 它的值 大於 12 的話 就把它改成 1 這裡 這樣我把它存檔 直接來羅網看好了 下一頁 然後到牛 這個是 10 11 12 好 13 了對不對 13 也就從一開始 然後又從 又一個 Cycle 又一個輪回 所以這樣一定不會錯誤 也就從第一章開始 最簡單的 所以這邊只是多一個什麼呢? 判斷 那判斷的話就是這三行 如果它的 value 大於 12 然後呢 我就把它改成 1 那底下 底下的部分呢 應該也會啦 其實這個地方 減掉 1 那條件的話呢 就是 剛好倒過來 如果說它一直上一頁 一直上一頁 它的值 假設說它的值 小於多少呢? 小於 1 那它的值的話 我們就把它改成 12 如果它已經小於 1 那小於 1 的話 應該就 0 0不正確 所以就是把它改成 12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 從這個第 12 章繼續播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就是說 我剛剛做的動作 第一個就是 去修改這個圖檔名稱 把原來的 1 改 就是屬改成 1 要一直內推 那改了之後呢 那當然喔 程式有些部分 你可能必須要修改一下 比如說這個 點除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把這個 改成什麼呢? 1嘛 對不對? 這邊要把它改成什麼呢? 12 改一下 否則你會抓不到圖檔 這是第一個 修改這個檔 第二個的話呢 程式部分下一頁 就很簡單處理 也就是說 一樣加1 加1之後的話 秀出圖檔 不過這邊多一個判斷 多一個判斷 那這邊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的先往點多一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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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